大家好,我是光從團隊的Sean 如果你是第一次點閱我的頻道 並想了解更多有關金屬加工的知識與技巧 請務必點擊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最新的相關訊息喔 好,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比較簡易的開箱 我們開箱的是這個Folden H1.15的Handpiece 然後搭配這個美國PayPayTours他們的一個套件 那這個是做什麼用的? 其實它跟我們之前介紹的這個撞擊包廂手柄是一樣的 只是我這邊額外再介紹兩個比較特殊的功能讓你們可以參考 但我先稍微介紹一下這個Handpiece 它這個Handpiece呢,它跟我們家的 我覺得用起來的差異在於當然它的質感 因為價錢不便宜嘛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它在使用的時候 它可以...應該是說兩隻手柄都會因為使用而發燙 但是它的發燙時間會稍微延長許多 那我們來先講一下 你如果要用他們家的Handpiece 你就一定是要接這個Folden的吊轉 你不可以接其他吊轉 因為它Feed剛剛好 那如果你接其他牌的吊轉 就像我們家的吊轉呢 它會有一點點浪 等於打一打就會彈出來 所以你如果你要也可以 但是就是要多注意這個地方會滑出來這個問題 好,那我們之前已經其實有介紹過 就是它跟我們一樣有附一個這個包廂的這個頭在這裡面 你看這個包廂的頭 那我們就不多做介紹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我們之前的一些影片 你可以看到我們包廂的一些介紹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主要介紹的是另外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 這是我們在賣的一個鑽頭 那有興趣我下面會貼連結 你們可以點入看看 那它好玩的地方在於是 我們先把它組在這個包廂手柄上面 那它用轉的 它用轉的就可以組上去了 轉好了之後呢 鎖上去固定之後呢 來 我們就垂直的壓在我們金屬片上 然後我們啟動它 你看喔 看到嗎 它做了一個什麼效果 沒錯 就是鑽砂的效果 有沒有 鑽砂的效果 所以呢 這就是一個鑽砂針 鑽砂針 然後這個上面的這個鑽石的面是八面 所以是比較粗的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偶爾需要這個鑽砂的功能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個鑽針 去結合這個handpiece 拿來做鑽砂的這個功能 好 那這是第一個功能介紹 第二個功能是 我們看一下 這是PayPay Tools 他們在 美國販售的一套 這個組裝頭 那你幫它接上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動作 來看一下 把它組上去之後呢 然後 它有附一隻這個雕刻刀 把它放進去 然後用它的這個工具呢 把它固定喔 要固定緊 固定緊之後呢 你可以拿來幹嘛 來 我們就可以來做簡易的一個雕刻 有沒有 你可以做一個很簡易的雕刻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需要 需要雕刻的這個動作 但是你不想買到昂貴設備 想用簡易的方式去達成 所以你有這樣的handpiece呢 就可以去固定這個頭 去做一個金屬雕刻的動作 成員 中文是